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江新闻 昨天我们聊了阿富汗 但这两天阿富汗的新闻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 那么今天我看很多媒体还在继续追踪阿富汗的整个局势的发展 阿富汗局势的发展 今天我看到的新闻真是令人十分震惊 这个震惊的场面发生在阿富汗的国际机场 卡布尔的机场 在卡布尔机场 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到机场想逃离卡布尔 因为很多人其实本身就是从阿富汗不同的城市跑到了卡布尔 他们觉得卡布尔总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 因为它是阿富汗的首都 阿富汗的军队有大量的人马驻扎在这里 加上美军还没有完全测完 应该这里还算比较安全 但是在眨眼之间 塔利班就已经进入到了卡布尔 所以很多人想在塔利班进入卡布尔的最后一刻 能够逃离卡布尔 能够上到美国的飞机 现在美国已经要求所有的民航航班停止了在卡布尔机场的起降 所以现在在卡布尔机场都是美军的军机 美军的军机当然是要撤侨 要把当地的一些不必要的外交人员撤走 还要帮助盟国把一些外交人员撤走 但是我们从这两天的画面看到 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到机场 开始大家还是开车去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去机场的公路被汽车完全给堵死了 于是民众就扔掉他们的汽车 徒步到机场 到了机场依然是人山人海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 有一架美军军机在起飞之前 还有超过100位阿富汗的民众跟着飞机在跑 那么他们跑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飞机在起飞之前 能把他们带上 那么美军的飞机还能载更多的人吗 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美军一架军机本来核定的载客人数 连这个驾驶员在内是147人 等到飞机升空之后 跟这个地面的塔台在这个联络的时候 地面塔台惊恐的发现 这架飞机上据说居然超载达到了800人 美军这种C-147军机过去据说创下记录 曾经载过600人 这次在阿富汗又打破了记录 载了800人 那么可想而知 美军军机已经在超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但是依然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 希望能够搭载飞机离开卡布尔 这就是我们看到惊恐的画面 很多民众抓住飞机外面 一切能够抓住的物件 包括起落架 那么哪怕飞机在跑道上 已经在滑行起飞了 这些人还是不愿意松手 最终飞机在升空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 最少有三位阿富汗人 从飞机上摔了下来 在几百米的高空 人这样摔下来 那么结局可想而知 据说这三人的遗体已经找到了 除了我们知道 这三人从飞机上摔下来之外 据说在阿富汗的民众 涌向美军军机的时候 美军士兵被迫开枪 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现在不得而知 总之现在阿富汗就陷入了 这样一个人道的灾难 大量的阿富汗人 因为对塔利班的恐惧 想涌到机场 打任何一个能够起降的航班离开 但是恐怕美军 连撤桥带撤外交人员 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这些阿富汗人 而塔利班已经进入到卡布尔之后 我想塔利班肯定会阻止 剩下的民众在涌向机场 甚至会在机场的公路上 采取一些措施 所以恐怕不是有太多的 阿富汗人能够离开魔鬼之地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民众这么绝望呢 我们看其中的一个新闻 阿富汗有一位27岁的女市长 她叫加法里 加法里是瓦尔达克省曼丹城的市长 我们知道在塔利班的管制之下 我们昨天讲过了 女性连工作都不能被允许 更何况你出来参选民选官员 还当了这个省会城市的市长 这在阿富汗塔利班的眼里边 是罪大恶极 十恶不赦的 所以当这个加法里当选为市长 塔利班就曾经对他发动过三次暗杀 但是三次暗杀都没有成功 于是塔利班就把目标 转向了这个加法里的父亲 终于在一次突袭当中 把加法里的父亲给枪杀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一个女性出来当市长在塔利班的这个法律当中 是绝不被允许的 那么所以现在加法里告诉记者说 他现在只能坐等塔利班来处决他 他也是没有能够搭上美军军机 离开阿富汗的其中一人 那么我们看到塔利班禁住了 这个卡布尔州 塔利班讲了很多好听的话 比如说尊重大家生活的方式 尊重女性受教育跟工作的权利 如果你相信塔利班这些承诺的话 那么我只能说你天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塔利班过去在阿富汗犯下了种种恶行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呢 其实这是源于他们的极端的宗教教义 那么因为这种暴行是源于宗教教义的话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塔利班有改变他的宗教教义吗 有改变他的极端主义吗 当然没有 塔利班现在讲这么多好听的话 最大的原因是美军还没有完全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如果在这个时候 像过去他们执政的时候 采取一些残暴的方式 对民众进行统治的话 美军很可能回头对塔利班进行打击 再加上还有一些盟国的军队也没有撤走 所以塔利班现在把自己披上了一张羊皮 告诉阿富汗的民众说 你们可以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 女性还可以继续出来受教育工作 但是其实你看看塔利班之前占据的一些城市 他们对女性的政策 他们用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这种所谓的宗教法律来规定女性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你就知道塔利班还是那个塔利班 他们根本就没有改变 今天他们披上羊皮 是因为美军还没有完全撤离 所以这个加法里说 他现在坐等塔利班来处决他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觉得这么绝望 在美军撤侨过程当中 大家都希望能够挤上一班飞机 能够离开阿富汗的原因 披上羊皮的塔利班还告诉这个国际社会说 他们现在准备商讨要重组新的政府 你什么时候听说塔利班 愿意跟其他人商讨重组政府 塔利班作为一个恐怖组织 他从来不会跟任何组织以外的人商讨 所以这个所谓的商讨仇主新政府 肯定就是一句谎言 因为塔利班有个前提条件 他们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只是在商讨 只是我们准备商讨呢 因为这个外国军队还没有撤完 我们必须要等到外国军队完全撤完之后 我们才会商讨筹主一个新政府 说穿了 塔利班就是等待盟军 等待美军彻底撤退完之后 他们才会建立一个新政府 等他们建立所谓新政府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商讨 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脱下身上这张羊皮 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 塔利班还是那个塔利班 刀已经磨好了 只等美军一走 他们就会向民众开刀 这就是民众绝望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要涌到机场 不惜像这个印度人搭火车一样 扒着飞机的这个外延 也要希望跟飞机一起升空 当然这种场面是非常令人震撼 也非常令人难过的 值得注意的是 塔利班现在一面配着羊皮 说他们要商讨筹主新政府 尊重女性的权利 但是呢 他们一个动作暴露了他们未来的政策 这就是他们在进入卡布尔州 他们马上释放了5000名囚犯 这5000名囚犯是什么人呢 当中有这个阿盖达组织的骨干 也有塔利班的成员 也有伊斯兰国的成员 这些人都是这种货色 说穿了这5000个都是恐怖分子 塔利班进程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5000个恐怖分子 全部释放出来了 按道理说 阿富汗是个落后的国家 通常落后国家的司法也比较落后 那么如果是战俘 或者囚犯 应该没有受到人道的对待 但是我从电视画面上 塔利班所释放的5000多名 囚犯的画面看 各个精神饱满 穿的衣服都很体面 很整洁 这说明这些人在监狱里边 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换句话来说 这些身强体壮的恐怖分子 离开监狱之后 他们马上可以加入塔利班 马上可以成为塔利班的生力军 所以未来这些恐怖分子 在阿富汗会做什么呢 美军参部长联席会议主席 现在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米利将军非常惊恐的 向这个参议员做了一个简报 米利说什么呢 米利说美军过去以为 两年之内 像阿盖达这种恐怖组织 不会在阿富汗兴起 那么现在可能阿盖达组织 可能很快就在阿富汗境内兴起 很快是多快呢 我们对比一下拜登之前说过 他说半年之内 塔利班不可能控制整个阿富汗 那么实际上不到三个礼拜 塔利班就控制了整个阿富汗 那么米利原来说两年 现在说很快 这两年是多长时间呢 是三个月吗 如果三个月之后 阿盖达或者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就能够重整旗鼓的话 那么美国什么时候会受到恐怖袭击呢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各位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我们今天开头聊的话题是 阿富汗现在的局势 特别是卡布尔机场 我们看到的画面 令人十分震惊 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 主席米利将军 向参议员简报说 他们估计阿盖达组织在阿富汗 会在很短的时期之内 就会重整旗鼓 那么如果阿盖达 如果伊斯兰国在阿富汗 在塔利班的庇护之下 重整旗鼓 那么美国或者美国在海外的目标 美国在海外的民众 会在多长时间之后 受到恐怖袭击呢 俗话说道高一死 魔高一丈 永远是魔先向道发动袭击 到最后才能战胜魔 那么所以阿盖达组织也好 塔利班也好 或者是伊斯兰国 这些恐怖分子也好 就是我们所说的魔 这些魔肯定在不久将来 要向道发动攻击 就是对西方国家 对西方国家的民众 发动恐怖袭击 这个恐怖袭击什么时候到来呢 现在成了美国 很多人觉得惊恐一件事情 所以纽约时报批评拜登说 这个阿富汗的局面 拜登应该负责 昨天我表达过我的看法了 我觉得如果阿富汗 目前的局面 要拜登负责的话 对拜登多少有点不太公平 因为阿富汗 如果说美国 在阿富汗的政策失败的话 这是20年来 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政策失败 这并不是拜登的政策 在阿富汗失败 拜登最错的就是信口胡说八道 说半年之内 塔利班不会全面控制阿富汗 如果说因为拜登说了这句话 拜登就要为现在的阿富汗局势 负责的话 这明显不公平的 很明显 拜登这句话是听了 某个250的官员给他的简报 说你放心吧 我们撤军之后 塔利班不会很快控制阿富汗的 在阿富汗有30万政府军跟警察 完全能够跟塔利班能够友谊战 拜登就是听了这句话 跑出来告诉记者说 半年之内如何如何 还讲了很多阿富汗会很平安 这类话 现在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揪着这些话说 拜登讲过这些话 并且拜登要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 失败要负责任 说句老实话 在阿富汗美国的军事行动 是源于小布希总统 但是奥巴马年代 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 达到了顶峰 达到了3万人 据说当时作为副总统的拜登 也反对奥巴马 把阿富汗的美军增加到3万人之多 因为有3万人的美军 拿来打塔利班也好 拿来打阿盖达也好 可以说轻而易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阿富汗的士兵警察 完全没有任何很大的作战任务 充其量就是配合美军 给美军带带路 再加上如果阿富汗的政府军 一旦真是跟塔利班作战的话 靠的还是美军的空中资源 如果没有美军的空中资源的话 阿富汗的政府军跟警察 可以说根本本来就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现在塔利班能够战胜他们 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奥巴马跟拜登的阿富汗政策 到底失败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 失败就失败于没有斩草出根 我们对比一下川普任内 对这个伊斯兰国的围剿 川普同样也是发动了盟军 包括了北约的军队 包括了周边国家的军队 甚至是叙利亚的政府军 都发动起来 对这个伊斯兰国进行围剿 所以在短短的半年之中 就把这个伊斯兰国给彻底剿灭了 伊斯兰国的头目也被打死了 现在在这个中东地区 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还在 但是他们能像塔利班这样 很快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打败政府军吗 从目前来看是不大可能 所以川普当时的 这个斩草出根的政策 应该说是对消灭伊斯兰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是个所谓的斩草出根政策 在川普政府的 这个具体政策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放手让美军前线的指挥官 决定怎么打仗 而不需要什么考虑政治正确 考虑这个人道 考虑这个平民的影响 如果这些因素一考虑的话 就让塔利班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 而川普当时的政策 虽然受到了批评 但是今天我们还看到 今天伊斯兰国还能够威胁 当地的安全吗 今天的伊斯兰国 还能对美国有恐怖威胁吗 所以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失败 就失败在于对这个塔利班 没有斩草出根 而这个失败的责任 从小布希到拜登 美国历任总统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个人认为奥巴马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拜登虽然我觉得不需要为这个 目前阿富汗的局势负上主要责任 但是目前我们美国国内的有一件事情 拜登一定要负上全部的责任 这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我们每天讲新闻 除了关注国际新闻 我们当然也要关注美国国内新闻 因为这才是影响我们生活最直接的因素 美国目前的通胀 我想大家都很有感受了 通胀给民生带来最大影响的 无非就是两大类 一个是食品 一个是油价 今天我们如果隔一段时间到这个油站去加油 我们会看见油价又上升了 上升到什么程度呢 很多地方的油价已经超过了五美元以上 这种油价的压力 我个人在美国十几年的生活还是很少看见 好像在2008年的时候有很短一段时间 美国的油价会超过了每加仑五美元 而现在呢这种高油价这种四块多接近五块美元的这个油价呢 好像成为一种常态 食品就不用讲了 所有的食品都涨价了 那么为什么是我认为拜登是美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呢 首先我们说 在拜登上台之后啊 美国的通货膨胀才十分明显 大家还记得在川普年代吗 川普还跟联邦储备局的主席鲍威尔在争论 要不要实行这个零利率 为什么要实行零利率呢 因为美国的通胀一直达不到联邦储备局的目标 就是通胀能够达到百分之二这个健康的这个水平 所以当时川普说应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 而联邦储备局的主席认为 现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政策 当时联邦储备局还未能够达到通胀百分之二而发愁 而拜登一上台到现在还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美国的通胀就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点几 超过百分之六点几 每个月我们都看到联邦公布的数据说啊 这个月的通胀跟这个去年同期相比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美国的这个通胀率啊 来的比阿富汗的塔利班还快 那么美国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期 通胀会这么严重呢 当然我们就要讲到拜登一上任 就通过的这个1.9兆的这个纾困法案 这个纾困法案啊 是民主党利用这个一年一次的 所谓的这个协调机制 换句话来说 就是在国会参众两院 以这个简单的多数强行通过 当我们拿到这个纾困法案的 这个纾困金的时候 表面上每人都拿到一千两码块钱 如果能一个家庭的话 可能拿到几千块钱 但是大家有没有算过 你拿到的这个所谓的纾困金 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油价的上升 食品价格的上升 可能不用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这一千两码块钱 给花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接下来 纾困金花完了 通胀还没有完 通胀还在不断的攀升 而1.9兆的纾困法案 带来的明显的通货膨胀 并没有让民主党 停止他们疯狂的开支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 大规模的开支法案 在通过的路上 现在已经通过了 一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拜登接下来还有3.5兆 还有2021年到2022年的年度开支 达到了6兆 等等这些开支 我们算了一下 连这个纾困法案加在一起 总共是12兆 1.9兆的纾困法案 已经造成了这么明显的通胀 那么如果这12兆都全部通过的话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如果大家知道 水涨船高的这个规律的话 你能够相信拜登所说的 今年年底通胀就会消失吗 如果你相信拜登这句话 等于你相信 塔利班在半年之内 不会统治整个阿富汗 等于你相信塔利班 重新掌权之后 会尊重妇女的权利 等于你相信塔利班 不会改变阿富汗人民 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除了这个1.9兆之外 现在又通过了这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应该说这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是跟这个基础设施唯一有关联的法案 其他的凡是冠与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 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其中最大的一块狗肉 就是3.5兆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这个法案现在已经在国会参议院强行通过了 我们必须强调说 这个法案是在国会参议院打破了意识规则 强行通过的 这个意识规则就是执政党每年可以用一次强行通过的方式 通过重大开支 但是呢 民主党为了达到通过这个3.5兆的这个所谓的开支法案 民主党采取了一招 就是由国会的意识官 这个意识官呢 他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意识规则当中 哪些是可以打破的 哪些是合法的 哪些是非法的 那么国会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判断官 他对这个3.5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通过 他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新闻休节有一个主题 阿富汗的政策失败 拜登未必要负上主要责任 但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我认为拜登肯定要负上主要责任 因为拜登上台短短不到8个月 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十分严重了 而拜登居然还告诉我们说 这个通胀是暂时的 到年底就会消失 其实我们看到1.9兆的纾困法案 已经造成了美国通胀的状况十分严重 那么现在拜登政府 还有更多更庞大的开支法案 还在路上 正在国会的这个审议跟通过当中 那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 就是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 3.5兆的人力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这个人力基础设施建设法案里边 大量的内容都是发放大福利 这个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又是强行通过的 那么本来一个执政党每年 根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事规则 只能用一次强行通过的手段 让这种重大开支法案通过 但是民主党为了通过 3.5兆的狗肉法案 请了国会参议院的议事官做了一个判断 参议院的议事官说 宪法没有规定执政党 每年只能用一次强行通过的方式 所以民主党可以用N次强行通过的方式 把拜登想要的一切重大开支法案 都在国会参议院里面通过 这个议事官说的对吗 我觉得说的对啊 因为宪法确实很多事情没有具体的讲清楚 宪法只是美国的一个国法大纲 它没有规定很多具体的事情 宪法也没有规定说 总统的儿子不能在外国获得商业利益 宪法也没有规定说 总统的儿子有性丑闻 有吸毒的丑闻 还有其他贪腐的丑闻 然后联邦调查局 美国司法部一定要调查 宪法也没有规定说 当这个亚利桑那州重新全面审核选票的时候 这个结果可以迟迟不公布 大家还记得亚利桑那州 曾经在几个月前 重新审核了一遍2020总统大选的选票吗 到现在大家有看见 这个重新审核的结果公布吗 为什么不公布呢 如果这个审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早就有媒体拿出来讲 早就有媒体拿出来攻击川普 又说川普造谣货中 又说川普硬说这个2020总统大选有舞弊了 那么为什么亚利桑那州到现在不能公布 重新审核选票的数字呢 对这一点宪法也没有规定 谁说宪法说了 重新审核选票 一定要规定呢 所以如果以这个原则的话 民主党可以打破一切国会的意识规则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 民主党又一次利用了这个所谓的协调规则 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强行通过了3.5兆的狗肉法案 通过这个法案是以50票赞成 49票反对通过了 就是所谓的简单多数 那么按道理说 这个3.5兆的狗肉法案 在这个参议院通过之后 就可以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占了多数席位 虽然这个多数席位 现在好像优势只有7席左右吧 但是在众议院通过一些重大的法案 根据美国的意识规则 就是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 只是在参议院需要有60票以上的赞成 那么按道理说 既然在参议院都可以打破这个规则 简单多数通过到参议院 更加从法律到规则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里边的 9位民主党议员站出来说 这个3.5兆的狗肉法案 在国会众议院通过之前 应该首先由众议院通过 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之前我们讲过了 美国国会参议院首先通过了一个 真实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1.2兆的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过 应该也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但是佩洛西把这个1.2兆的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给压了下来 为什么压下来呢 佩洛西说 如果你想通过这个1.2兆的 真正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法案 必须把3.5兆的狗肉法案 捆绑在一起 在国会众议院一起通过 否则的话 我不会通过这个1.2兆的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佩洛西为什么要把狗肉法案 跟这个基础设施法案绑在一起呢 因为佩洛西也知道 狗肉法案里面的内容 跟这个基础设施 没有任何关系 是用于大福利的发放 是用于民主党在政治上 获取更多的资源 这个3.5兆的狗肉法案 说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他居然把这个 非法移民的改革法案 也筛了进来 大家记得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拜登在上任之前 在上任之后 都说要特赦1100万非法移民吗 开始我还觉得奇怪 拜登这个特赦非法移民的 这个所谓的政策承诺 后来为什么不吭声了呢 拜登再也没有提过呢 原来他们悄悄的 把这个非法移民的改革法案 筛进了这个3.5兆的狗肉法案 而这个狗肉法案当中的 所谓对非法移民特色呢 也不是拜登口中所说的1100万了 现在变成了1300万非法移民 要在这个狗肉法案当中获得特赦 这就是佩洛西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狗肉法案 跟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绑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他也知道 通过这个狗肉法案 里边太多民主党的 这个政治的动机 所以呢 如果是分开通过的话 他恐怕本党也有民主党的众议员 不同意这个法案 现在果然 九位民主党的众议员站出来说 应该先通过 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我们回头再来讨论 那个3.5兆的法案 但是佩洛西坚持说 要通过就一起通过 不通过的话 那么就都不通过 而奇怪的是啊 这九位民主党的温和派议员 比佩洛西还强硬 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说 两个法案必须分开通过 那么如果这九位民主党的温和派 真是跟佩洛西对抗 而佩洛西强行在众议院投票的话 那么这五位民主党的众议员 有可能投下这个弃权票 或者不投票 或者投反对票 这种情况下呢 共和党在国会的众议员呢 就有可能变成了简单多数 那么有可能把这个法案给拦下来 所以现在佩洛西正在跟党内的温和派的议员 正在这个对峙当中 那么接下来到底佩洛西会让步 还是这些民主党的温和派议员会让步呢 这个值得我们观察 但是啊 如果一旦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这个 3.5兆的狗肉法案 那么接下来我们相信 越多的福利开支 越多的大福利的发放 肯定会给美国的通货膨胀 带来一个更加恶劣的影响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啊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包括这个运输成本啊 生产成本啊 其中还有人事成本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现在根据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数据啊 美国现在空缺的职位 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而同时呢 失业的比例还是非常高 这说明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说明了有很多工作 没有人想做 为什么很多工作 没有人想做呢 因为不做工作 都有很多的钱的话 谁还要工作呢 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一个怪圈 很多人拿到了这个福利金 然后把这个福利金呢 投放到股市 导致了股市不断的攀升 然后这些投资股市人呢 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然后把这个更多的利润 再投到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这个加密货币啊等等 那么越来越多的盈利 导致他们觉得 我何必要上班呢 我靠这些股市上 或者在加密货币市场上赚的钱 已经足够生活了 而企业主呢 正在跺脚 找不到人开工的话 那么生产就受影响 生产受影响的话 那么产品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 哪怕是找到人来工作了 因为这些人跟这个老板讨价还价的 这个空间也大了 所以老板必须要出更高的薪水 来请这些人 那么产品当然的这个成本也就上升了 所以通货膨胀 在不断的恶性循环当中 不断的上升 除了这个生活用品啊 还有这个食品通货膨胀啊 大家我想感受最深的 还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 油价的上升 那么美国油价的上升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边拜登要负什么责任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 拜登是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罪魁祸首 因为拜登推出了很多庞大的开支 这些庞大的开支 肯定会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那么讲到目前的通货膨胀呢 我想大家最有感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食品 一个是汽油 今天你在加州的油站 无论是南加北加 你加油的话 汽油最便宜的超过4块3毛钱 超过4块5毛钱 这是已经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油价现在这么高呢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9月份的时候 纽约的原油跌破了40美元一桶 当时成了一个大新闻 现在只是到了8月份 就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油价上涨了多少呢 现在这个油价已经上涨到74.8亿美元一桶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石油的价格上升了这么多呢 大家还记得当年这个石油价格 跌破40美元一桶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因为当时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石油输出国 美国因为页岩油技术的突破 导致了美国从这个石油进口国 变成了石油输出国 那么再有呢 就是俄罗斯跟沙特拉伯 就是跟这个欧派克组织 为了争夺原油市场 竞相提高了原油的生产量 所以呢 世界原油的价格在下跌 当时这个欧派克跟这个俄罗斯 还在美国的协调之下 大家商讨如何降低这个产量 因为降低产量的油价就不会继续下跌了 那么终于双方达成了协议 令到这个40美元一桶的价格 就维持在这个水平 没有再大幅下跌 而现在呢 为什么变成74美元以上一桶呢 这里边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现在疫苗开始普及了 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恢复当中 虽然这个恢复的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总体在恢复 所以呢 对石油的需求就增多了 而在各国对石油需求增多情况下 欧派克组织跟俄罗斯 没有提高石油的产量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关乎到美国的石油价格 为什么上升呢 这是拜登上台之后的能源政策 大家还记得吗 拜登一上台之后 就做出一个承诺 说这个到了2035年 美国要实现如何如何的排放目标 这个排放目标 虽然还是有点变来变去 民主党的激进派说 2035年要这个美国的 传统能源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要降到零 而拜登说要减50% 反正无论什么样的目标 拜登一定要采取措施 拜登首先第一刀 就砍向了美加之间的拱新门 这个石油管道的工程 这个美加之间的拱新门石油管道的工程 是把加拿大所开采的原油 通过这个管道运到美国来 既然拜登政府 既然民主党要实行所谓的环保政策 那么就要阻止这个传统能源的使用 所以呢 拜登就砍了这个拱新门的 这个石油管道的输出 大家以为砍了这个拱新门石油管道的 这个工程 加拿大的原油就不能运到美国来了吗 加拿大原油照样运到美国来 不过呢 改变了一个方式 是用这个火车或者汽车运到美国来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造成了这个运输成本的上升 本来如果有这个管道的话 就不需要这些汽车 不需要这些火车 大家不要忘记了 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 现在运送加拿大的原油来美国 他们靠什么做动力呢 当然还是靠汽油做动力啊 所以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 本身就增加了排碳 这就是拜登所谓环保政策的虚伪性 拱新门这个石油管道工程被砍掉之后 那么这个本身已经推高了加拿大的原油 运到美国的成本 再加上经济的复苏 世界对这个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而欧派克组织跟俄罗斯呢 依然不肯提高这个原油的生产量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原油高价格 对他们是有利的 那么本来美国是可以不受这种情况影响的 因为我们刚讲了在川普年代 美国已经成为了石油输出国 所以美国自身生产的石油 已经足够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这个石油了 不需要再从外边买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采取了打压传统能源的政策 很多美国的油田被迫关闭了 这就令到美国又变成了一个石油进口国 所以欧派克组织跟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产量 影响了世界原油的价格 美国也就受到了影响了 那么拜登采取了什么方式 来降低我们的这个石油价格呢 拜登最近呢 呼吁这个欧派克跟俄罗斯 增加石油的产量 以降低这个石油的价格 大家看到拜登这个政策 是不是非常奇怪 非常矛盾 首先美国自己有石油 只不过拜登的环保政策 限制了美国传统能源业的发展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限制 美国传统能源业呢 因为拜登要实现民主党的环保目标 所以美国的石油产品就要必须下降 但是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又在上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拜登的环保政策 压制了美国的传统能源业 看起来美国很环保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要从欧派克组织 甚至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石油到美国来 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石油价格很高 于是拜登就呼吁 欧派克组织跟俄罗斯增加石油的产量 增加石油的产量 这些石油进到美国 有帮助美国减碳吗 有帮助美国实现民主党的这个环保政策吗 肯定没有啊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自费武功 明明自己有这个生产能力 却不开采自己的传统能源 要去外面买价格更加高的传统能源 从而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呢 这就是民主党政策 拜登的环保政策的虚伪性 表面上看起来 拜登政府为环保做出了很多努力 因为他做出了这个努力 所以在很多这个开支法案当中 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 3.5兆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当中 才塞进了这么多阻止气候变迁的所谓政策 现在民主党通过的所有开支 每一个开支当中都必然有一个阻止气候变迁的开支 包括对抗中国的那个无尽前沿法案 也塞进了50亿美元 说用于这个对抗气候变迁 这个所谓的对抗气候变迁 最终这些钱落到哪里呢 谁分走了这些钱 而这些钱为美国的环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只有天知道了 所以说拜登说 今年年底美国的通胀将会消失 肯定是一句谎言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因为这些福利开支 因为美国的能源政策 还会令到通货膨胀恶化下去 而我们的生活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无可避免的受到负面影响 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